大马羽毛球男单选手詹俊伟 在11月13日星期六正式提交辞职信给大马教练总监黄中汉 决定退出大马羽毛球国家队 大家好,我是汉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詹俊伟的离开也意味着大马羽毛球国家队 在这三个月内连续失去了两名曾经非常有潜力的选手 上一位,这是我们的女单选手吴景卫 那相信目前才24岁的詹俊伟会做出这个选择 是因为对大马羽种不让自己参加今年剩余的比赛感到新回忆了 经过身世俗虑之后,便决定离开国家队 大马羽种为占军委在捷克和比利时公开赛设立的目标都是夺得冠军 但是他在捷克公开赛止步拔强 并在比利时公开赛因受伤而在首圈就退赛 而大马羽种因为他的表现为达标而决定惩罚他 取消了他接下来的三战的欧洲比赛 也就是说,接下来最早要等到明年他才能再次出来比赛了 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绝对是致命性的 目前世界排名第71的他如果在今年都没得参赛 相信他的世界排名将近一步下滑 加上实地黄志勇已经在这两战表现出色 排名已经在他上面 现在的张俊伟已经是马来西亚的第四男单了 如果还不得参赛 接下来的排名只会不断下降 也会因为没得参赛而无法再进步 这对张俊伟来说绝对是非常打击的 为此黄中海也谈到他已经和南单主教练叶晨旺谈过 他认为张俊伟的表现一直处于边缘 而年轻一代也已经逐渐崛起 这么多年来张俊伟都获得了不少的机会 他相信张俊伟应该是清楚 接下来自己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而选择在这个时候退出国家队 张俊伟也表示 接下来自己将以自由人的身份继续参加比赛 希望能够获得参加2024年奥运会的资格 他相信自己目前的实力 还是能够与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一跤高下 他只是需要更多的机会 那大家对张俊伟在这个时候退出国家 都有什么看法呢 支持他的决定 还觉得他应该继续坚持奋斗下去 欢迎留言讨论看看 那么今天 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张俊伟到目前为止的宇球生涯 那张俊伟是在8岁开始正式接触羽毛球 而他当时的教练 这是李中伟的启蒙教练 郑炳发教练 他在9岁时就已经开始参加比赛 并在12岁那年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小学 奥林匹克运动会 赢得了南双冠军及南丹亚军 可以说是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 而他也凭着优秀的表现 很快就去到五级加利尔体育学院上课 并在那里获得了更专业的训练 而在五级加利尔体育学院 张俊伟在同龄选手之中也是属于佼佼者 加上对读书已经不太感兴趣 于是他们在2014年1月 也就是17岁那一年升到国家队 开始与国手们一起训练 在加入国家队7个月后 他们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男子单打方面 他以小组赛全身的成绩晋级八强 但可惜未能走得更远 而在混双方面 他以香港的吴子柔组成搭档 并一路过关斩将 成功杀入决赛 并最终以2比0成绩战胜长山干太和李家兴组合 成为了马来西亚地位获得青奥会金牌的选手 而在之后 他也陆陆续续收获了一些关亚军 其中包括2018年的荷兰羽毛球国际赛冠军 即2019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挑战赛冠军 而他更是在2018年作为李宗伟的陪练对象 去他的汤姆斯杯比赛现场 可以见得当时于宗是多么的看好詹俊宇的发展和表现 我在曼谷很享受作为李宗伟陪练的工作 我也获得机会观看他 林丹和其他选手 中伟和林丹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 在这之后 真正让他被大家所熟悉的比赛要数2020年的亚洲运修团体赛了 那一阶的赛事 赛军为发挥出色 让人们见识到了自己的能力 在马来西亚晋级决赛的路上 他作为第二男单 在八强赛上 先是打败了比自己排名更高的孙万虎 而在半决赛 再次战胜排名更高的西本拳台 而决赛 更是栗战三局 打败了当时排名世界第七 印尼的佐纳丹 在马来西亚已经输了两分的情况下 为马来西亚翻回一分 虽然最终没能成功翻盘 但是在那一阶赛事 赛军为的强势 崛起让人们意识到 也许马来西亚能够在距离指甲之后 再出现另一名优秀的男单选手 黄中汉也表示 他在本届比赛中大方一场 希望他有更多的自信心 而他之后也在东京奥运之路计划下 回到大马羽球学院训练 担任离指甲的陪练 而在这段期间 他希望能够顺势而起 慢慢的拉近与离指甲的距离 成为马来西亚可以依靠的男单选手 在今年 他也在唐姆斯背对战加拿大的时候 帮助马来西亚收获胜利 在唐贝之后 赛军为就为了收获更好的成绩 也就宣布退出国家队 赛军为退出老实说是挺可惜的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处 打与坏出的决定 他既然在国家队得不到机会 那就另寻他路 再自己去外面闯一闯 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惊喜 当然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 要自己去找赞助商 还要自己安排住宿比赛那些 希望他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祝福你接下来的路上能够预防风顺 完成你想要完成的梦想 加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安哥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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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